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节节目我们来聊一个关于中国 现在最为紧迫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是中国现在人矿不够用 与矿渣太多之间的矛盾 你要说人矿跟矿渣这两个词 都是贬义词 我无意去贬损这些人 但是我们要是站在一个韭菜的角度 我们不是说韭菜吗 承认自己是韭菜的命运 我们站在这么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那么现在中国人口的问题 就是一个人矿太少 人矿是指年轻人 矿渣太多 矿渣是指老年人 人口负增长 人口老龄化 这可能是中国未来 未来50年 甚至说更长时间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这么一张图 这是一个中国总人口 在1950年的时候到2100年 这么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这个人口增长曲线 然后就是现在呢 大概人口真正到了一个拐点啊 就是人口从今年开始啊 确切的说从去年开始啊 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逐年的减少 往后呢 人口就会更加的逐年减少 特别是今年呢 咱们也都看到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去世啊 怎么说呢 以后将会成为一个常态 我们都要习惯这种啊 不断看到身边有亲戚啊 朋友啊 家里办丧事啊 可能以后这就是一个常态了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不过这次赶上的呢 是一次人祸啊 中国的学者呢 最近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一个警告 中国正面临几十年来最急剧的人口下降 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人口经济甚至政治危机的发生啊 当初中国人口不是很多吗 那时候在毛泽东的时代啊 人多力量大啊 鼓励生孩子啊 你去看一看咱们的长辈那一代人啊 哪个家庭不是四五个七八个甚至更多 到了八年后呢啊 七零后的时候 七零后往后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差不多了 八零后呢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一个孩子吧 偶尔会有生两个的 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啊 你说到了我这一代啊 我是八零后 我生一个我就够呛了 我可不敢再生第二个了 我生养一个孩子为了给他提供好的生活环境 好的生活条件 是吧 吃咱不能吃差的吧 在学校里面穿衣服不能够比学生寒颤吧 玩玩具不能够让其他的孩子看不起吧 孩子的影响得跟上吧 这个不能省 那个不能省 你就发现两口子赚钱养一个孩子啊 养一个家庭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一百年前女性不工作的时候 一个男人也能够养一个家庭 现在呢男女都出来工作 反而养一个孩子还这么的困难啊 这么的累啊 现在普遍年轻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其实很朴素很简单 想生孩子 但是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 现在随着这个出生率的下降 有关中国人口新时代的焦虑争论一直在加剧 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已经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中国的人口在2022年减少了85万 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中国的死亡人口 首次超过了出生的人口 上一次人口减少是什么时候 是60年代啊 毛布东搞大跃进 大跃进之后就是大饥荒 大饥荒三年死了三千多万人 你去查一查历史的数据啊 这个中国人口增长曲线 在596061年 那几年几乎就是一个负增长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到了61年之后啊 稍微缓解这个饥荒的问题啊 人口又继续的增长 现在啊 除了养孩子的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养老人的问题 我曾经看过一张非常让人感觉心碎的一张图片 这家里的两个老人啊 同时住院啊 在一个医院里面两个病床上 然后中间的是他们的孩子 一个孩子要照顾两个老人 这是一个画面啊 还有另外一个画面呢 就是说一家十几口人啊 合影 然后呢 中间 然后最中间的是他们的孩子 然后后边是他们的父母 再后面是他们父母的父母 只有一个是年轻人 其他都是老人 这是中国老龄化的问题 如果说这些老人都比较长寿的话 你说让这一个年轻人如何去赡养六个老人 这十分要命的 十分头疼的 要说中国的体制 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 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咱们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是老有所养的 你看那个政治书上写的是吧 政治书它是不讲对错 只讲立场的 你从政治书上看 你从中共的官方宣传上看 人们都很幸福啊 老有所养 病有所异 实际上你生老病死谁管你啊 现在的年轻人 你让他们结婚生孩子 他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生了孩子之后 我是否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生了孩子难道不喝奶粉吗 生了孩子之后难道不买尿布吗 生了孩子将来上学的时候不上学吗 上学不要交学费吗 在学校里面会不会被同学欺负呀 这都是现在年轻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且即使你能够把孩子顺利的养大成人 他走上社会之后 会不会再重复你这么如此焦虑的人生呢 会不会再成为一个人矿呢 每天916007被这么一个环境所同化所污染 被迫变得趋炎附势 那个时候才发现现实中的世界跟自己理想中的世界不一样 当孩子看到这个社会真相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想 特别是在福利这一块 中国又是一个基本上是属于零福利的这么一个国家 不是说完全没有福利 你看这个福利得分人的 如果说是高干子弟 中共高官啊体制内的得力者 他们的福利真的是世界上最高的福利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人矿 普通老百姓的韭菜 他们是没有福利的 现在中共所谓开放二胎三胎啊 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看到现在这个韭菜不够用了呀 这个韭菜苗不长了 从农业的角度去看问题啊 这个韭菜啊 你在割的时候啊 你稍微留这么长一点点 然后呢 它还会继续长 但是中共它割韭菜呀 其根割呀 割的人都不想生韭菜了 生完韭菜孩子都是人矿 你这你跟国外比呢 我经常说国外的问题啊 怎么说呢 你要是硬要比的话呢 这边呢 政府他也割韭菜 但是好歹呀 这个韭菜苗 他让你长 这边生了孩子之后呢 有福利啊 我在这边我认识的朋友 经常都是生两个三个孩子的 他说了我生孩子生的越多 我可以从政府那去争取更多的福利啊 包括我做生意 包括我这边我报税啊 这减免那减免能够给我减轻不少的负担 我养孩子也不至于说这么的累 而且在国外很多的中国人 很多人的思想反而是很传统的 还是比较尊宠那种多子多福这么一个理念的 再加上这边对于牺牲儿的这种福利比较好 所以说这边呢 很多中国人呢 在国外占完脚羹了 还是愿意生的 但是你在反观 在中国对于那些失灵生育的年轻人来说 没有这些福利去引诱他们 而且在职场上 昨天咱们聊了一个关于什么抖音啊 阿里啊 腾讯菜员的问题啊 他们最喜欢招收的员工 就是那些没有结婚的男男女女啊 当初我到百度公司去面试 一推进门 我可满公司的帅男靓女 这到底是一家回来网公司 还是一家模特经纪公司啊 那都是没结婚的 职场在20岁到30岁啊 怕你结归生子 30到35岁怕你生二胎三胎 35岁以上 不好意思 连公务员和体制内都不招人了 这样的社会环境是最好的必约要 所有的催生和放开政策都无济于事 我们看现在的中国谁可以隐生啊 要是生呢 还是在长辈的压力之下 你生吗 我们老两口替你带 其实呀 我们的长辈那一代人 他们过了就很苦了 他们老了之后 每天让他们散散步 养养花 溜溜狗 特略光伤舞 难道不好吗 非得把他们的时间绑架在带孩子上面 我觉得这对于老年人也不公平啊 说了那么多 从现在的2023年开始啊 你不要去看中国的官方统计的数据啊 告诉你这个中国的人口是多少 失业率是多少 你不要相信这个 从现在开始 中国每年的人口是逐年减少的 逐年减少的 这个逐年减少主要是体现的两部分 一部分是新生儿的逐年减少 一个家庭愿意生两个孩子的会非常少 单身子女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成为一个常态 这是一个人口减少的原因 人口减少另外一个体现 就是从现在开始 每年这个老年人将会大量的去世啊 真的 现在人口老年化嘛 像50后 60后那一代阴阳潮的人 咱们得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将来会逐渐的离开这个世界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将来都要去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 中共官方的态度 特别是习近平的态度啊 习近平呢 他是比较崇尚毛泽东的 在毛泽东的时代呢 毛泽东就是崇尚啊 女性能顶半边天 人多力量大 鼓励生孩子 现在在一个习近平第三日任期的时代 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是开放二胎了 允许生孩子了 现在想想当初张艺谋生孩子 哎呀被罚了几百万 罚了可真亏啊 明明是给中国人口做贡献了 结果还被罚了几百万啊 现在呢 又要鼓励生了啊 生是他们一句话 不生也是他们一句话 但是这有用吗 没用啊 这个社会压力 这是最好的避孕药 谁都不敢生孩子 而且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如果不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就这样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 是一件十分不负责任的事情 之前我看的这个丁克主义啊 我还是带有一定的偏见的 现在我是没有这个偏见了 哎 真的深谋远虑啊 对于老年人来说呀 这就是中共的负载 老年人呢 那就是矿渣了 不能够再创造社会业绩了 就是一个牛老了 你再拿鞭子去抽他 他也跟不了地了 他也不能够跟你干活了 这样的老龄化人口 对于中国来说 这就是矿渣 矿渣就是没有利用价值了 想办法让他们早点去见马克思 这才是最好的 这是中共他们真正的内心中的想法 但是他不可能公开说出来 只能你自己去慢慢去体会 好吧 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聊到这么一个人口负增长 人口萎缩 人口减少 矿渣与人矿 这么一个主题啊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